女明星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 昨天还是一个普通的素人 今天就 那我有一个圈的经纪人朋友呢告诉我 其实明星呢平时都会做一些表情管理的训练 当然这些技巧我也是扒了个底条片 所以不学你就亏了 第一点笑起来不好看 可能是因为笑的时候用错了肌肉 如果我们用脸颊的肌肉来牵动笑容 就会导致上唇被拉成一个上拱形 笑容僵硬 苹果肌凸起导致压迫 形成法令纹 面中的脂肪又容易向外拉伸 导致脸型变宽 但如果改变你的发力方式 用嘴角发力 这样呢上层在笑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然的状态 可以用两手按住脸颊两侧固定肌肉 然后再用嘴角牵引唇部来练习 早晚各30次 一周就能养成女明星般的笑容 第二点除了笑容眼神也要到位 你们的一阳千玺 你是我的 一年之内就把眼神练到聚焦有故事 改变了整个人的气质 怎么练习呢 拍照时在微笑的同时配合眼轮炸击 稍作用力就可以凹出一点小卧蚕 也可以在每天睡前做卧蚕操 把眼睛睁开 手指按住眼尾 避免滋生余味纹 然后运动眼轮炸击20次 在家慢慢的练习 一周之后你也会拥有明星一般的笑容 更多变美干货 关注我 生活中有很多小习惯可能会改变的相貌 有可能变得更美 也有可能变得更丑 我们就先来说说怎么变丑 如果你平时的舌头一直喜欢顶着上门牙 造成的结果就是 如果你的舌头又喜欢顶着下门牙 就会造成 我这无处安放的舌头 那怎么办 舌头正确的位置应该贴着上额 实在记不住的话 就一天顶10个脑筹 每次听到就提醒自己 那到底怎样才算咬鸡大呢 放松的时候拍一张正面照片 然后咬紧牙关 再拍一张 如果你的脸型变化很明显 比如像我这样 直接从一个有棱角的脸 瞬间变成了瓜子的脸 这个就说明你的咬鸡有点野蛮生长了 那怎么办 少吃硬的或粘的东西 比如口香糖 甘蔗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不但会造成双下巴 还会造成驼背 那怎么办 有两个解决方法 第一个 每玩15分钟 就趴着玩15分钟 第二个方法 靠墙站 将你的头部 肩胛骨 臀部 脚后跟 全部都紧紧的贴在墙上 每天能坚持半个小时 如果你有暴力卸眼妆的习惯 眼睛也是会报复你的 你的眼皮跟眼周就容易松弛 怎么办呢 锻炼上眼减的体积 尽最大努力 上下左右看20遍 小碗各做一次 这样可以锻炼你的眼周肌肉 你的眼神也会跟着变得炯炯有神 更多变美干货 关注我 豆豆鸡到底该不该敷面膜 欢迎来到我们豆鸡的大家族 你可拉倒 你不这句话心里不贵就我 我真的是个豆鸡 你不看我之前的视频 哪个里面没有豆了 每个人都说我是豆鸡 我们的豆豆是由黑头跟白头发展来的 那黑头白头又是源于我们的油脂分泌 所以呢当他们没有被好好的清理的时候 他们就会堵出我们的毛囊 这个时候因为皮肤没有办法呼吸 某些燕氧菌就开始作乱 皮肤状态就会变得很差 渐渐的你就变成了一个豆鸡 长豆的时候呢 皮肤表面往往已经受损了 所以护肤的时候一定要更谨慎 由日常补水的时候 面膜就一定要选择无菌材质 推荐你们这一款 它的膜布呢 选的是这种无菌的纱布 上面的这种交叉网格小孔 这种纱布膜呢 是比普通的膜布要更加的透气 卫生 这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一点都不闷 它里面的成分呢 是有苦参 水洋酸 鸡血草 还有维生素B5 这些成分都是可以控油弹奏的 这么多护肤干货 以后慢慢说 技术可能在硬盘还是 是一种油炉的 不用画法 不油炉的